新竹有一家脱婴中心在18号被家长控诉 疑似托育人员在泡奶返时竟然不小心打翻热水 导致三个月大的男婴全身有超过50%的二度烧烫伤 也气得家属报警处理 表示这家脱婴中心在网络上是有着四颗星的好评 没有发生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疏失 而目前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了 要是查证属实将会依法开罚 一对夫妻在网上找到一间评价四星的脱婴中心 没想到却让自己的孩子陷入险境 男婴红彤彤的身躯遭受大面积烧烫伤 实在令人心疼 发生在15号新竹一家脱婴中心人员 疑似在帮孩子泡奶粉时 不小心打翻热水洒在孩子身上 导致他脖子右腿和双手局部受伤 胸口也有四分之一烧烫伤 而背部甚至出现大面积皮层凸落 全身超过50%二度烧烫伤 亲的家长想调阅监视器厘清 业者却说故障 只好报案处理 当下我们紧急处理 就是把孩子抱到我们的澡盆 去泡饮用的凉水 泡了二三十分钟以上 不断的致歉 也不断的告诉家长 你们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尽全力配合 事发过的五天 男婴的状况已渐渐好转 不过未满五个月的婴儿 仍需在家户病房 观察照护 这回意外 社会处已介入了解 若查证属实 将亦违反儿少权法 最高可处60万元 不过发钱是小 谁也不想让自家孩子 托人照顾 却发生意外 但后续调查 能还给他们一个完整交代 记者徐姬谦 新主报道